小鱼树的故事 有个人在城脚下盖了一间漂亮的房子 一天,父亲来家小住几天 临走前告诉他说 城墙上头那棵小鱼树,你要把它拔掉 免得将来长大,树根会弄崩城墙 压倒房子,伤害性命 儿子听了笑笑,并不以为意 他心想,这么小的树,怎么可能呢? 老爸也外面太小题大做了吧 后来父亲过世 自己又忙着做生意 就把父亲的警告忘记了 十多年之后,鱼树渐渐长大 有一天,台风来临 狂风暴雨 鱼树受到飓风狂扫 摇动得很剧烈 终于,不知连根拔起 倒下时,城墙崩溃 压倒那人房子 他的小儿子被砖头砸死 妻子的脚被掉落的乌梁压断 自己也受了重伤 这时,他突然想起十几年前老爸的警告 可惜已经太迟了 谁会想得到 城墙上的一棵小小榆树 竟会造成这么严重可怕的伤害呢? 同样的,我们也很难相信 隐藏在心里一点点的罪 如果不去理会它 不去处理它 到了某个时间点 小小的罪是会长大的 甚至还会变成巨大的罪 不仅我们的人生受到极大的影响 也影响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 我们所犯的罪 表面上看似得罪人 其实都是得罪神的 你可以这样祷告说 主啊,主耶稣 你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写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你也帮助我向人认罪 操练有清洁敏锐的良心 对人对神长存无愧的良心 水深之处 分享让更多人认识这位赐福的神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